Google 广告的预算太贵了 怎么办 很多玩Google 广告的人都会告诉我 有时候他们下关键值的时候 就是那个Google 广告预算非常的高 Google 出预算非常的高 他们要怎样解 我学生的精神的体验 我们看一看 他本来预算 他放的关键值就是 一天他要要他每一天要819块 要819块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一看 如果819块的话 他基本上一个礼 一个礼拜他用2000多块的广告 他的cost per click 就是一个点击 就要去到1块7毛6 每一个点击的话 大概预算是 这近200块非常的高 这些就是他下的那些关键值 大部分跟那些美容 安藏 那些是有关系的 就是这几组的关键值 所以有一些关键值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有一个 我察觉到有一个关键值 好像这一个 这个关键值 因为市场上已经很多人在吵这个字了 所以如果你的广告里面有这个字的话 你的广告预算就会调 我自己拿主意 我自己用自己的google app account 帮他调整 用回他刚才的字也 除了刚才那一个字 刚才那个美容那个字 我没有用 除了刚才那个字不外 其他些都是一模一样的 刚才那个 调整了过后 那个actly 那个粉丝 那个字也没有用过后 结果他的recommend 只是去到10块2毛 10块2毛相差一个关键值 相差一个关键值 所以最后 如果google出价 那个recommendation的 course examination的 course 出价的话 不是他叫你出多少钱 你就多少钱了 如果你嫌贵的话 每一天他叫你出八百一千块的话 你嫌出的 基本上你就要调整一下一些 关键值 如果那些关键值的话 太多人去炒 太多人去整 太多人去逼的话 它一定是贵 假如是你自己在卖房地产 你放property 给你放property malaysia property investment 一定贵的嘛 因为全部玩房地产的人 就是一定炒这两个字 所以一定贵咯 所以贵不代表一定有用的 多人炒 不代表一定有用的 so 然后第一的话 你的广告只会太贵 然后只会你跟 这个猪肉就这么小 你跟一大群人在抢 所以你应该找一些 更有value的那些关键值 然后又便宜的价钱 就能去容易的找到你的受众 这个就是我教Google广告 跟别人不同的那一个分别 OK 看到这边 希望你学到一点点的 Google广告的知识 如果有兴趣上我的Google广告课程的话 可以立刻联系我 OK 我们在课堂上见 我是你的没废话 王奥乡老师Marco Bye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